大家好,今天我做了艾草青团 跟着我的步骤做,颜色翠绿不塌陷,好吃还不粘牙 喜欢的家人一起来做吧 首先准备新鲜的艾草,先把叶子掐下来 这些艾叶总共是300克 清洗两边,清洗干净 洗净以后,控水备用 锅里水烧开,下入艾叶 加一点小苏打,颜色更加翠绿 水开大约一分钟,关火,空水捞出 放入凉水盆中,过凉 接下来准备馅料 准备咸蛋黄20个,喷一层白酒去腥 然后送入烤箱,180度烤6-8分钟 倒入盆中 用擀面杖捣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加入200克的肉松 130克沙拉酱 喜欢口感甜一点的,还可以加一点白糖 将所有食材混合均匀 下手揉成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钻成约20克的小圆球 这些总共分了26个 剩余的我包了红糖花生线 盖上保鲜膜防止风干 接下来把过凉的艾草挤出水分 放入佐料机中 加清水400毫升,搅成泥 喜欢颜色浅一点,可以多加一些水 打好之后倒入容器中 再加一点小苏打,固色 这是青团不发黑的关键 盆里是650克糯米粉 倒入艾草泥,边加边搅拌 搅成这样的大面块 下手揉成团 装入保鲜袋中 放一旁备用 盆里加入160克的小麦淀粉 用260毫升沸腾的开水烫面 加入开水后,先用筷子快速搅匀 搅成团 再充分揉匀,揉光滑 取出糯米团,用手摊开 再加上淀粉团 将两种面团充分揉匀 加入小麦淀粉,定型效果更好 吃起来也不粘牙 当然也可以不加 揉匀之后,把它分成两份 分别搓成长条 分成约50克的小面剂 取一个面剂 取一个面剂,先整理光滑 在中间按一个窝 包入蛋黄线 用虎口收拢法收拢季口 然后搓光滑 最后搓高一点,一个生坯就完成了 全部包好后,水开上锅 转小火蒸15分钟 蒸的时间不宜过长,颜色容易发黑 这样我们的艾草青团就制作完成了 出锅以后稍微晾一下 在表面刷一层油 这样表皮不易发干发硬,还能防沾 吃不完的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冰箱冷冻 吃的时候重新加热即可 看一下,各个颜色翠绿 这个是蛋黄肉松馅 这个是红糖花生馅 喜欢的家人收藏试做吧 感谢你的观看 在说